日常遊艦艇 我總是想要試試看 一場的準備 海大規模 天空之間 海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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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被生命,但是都沒有看過虎財神 這樣的一個好像沒有這樣走過 所以我就想說,不如就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想說可以帶動一個年輕的那種 逐步的風氣這樣子 這一路上其實很多地方都很感動 就是我覺得當 當我在快要 快要放棄的時候 在那一路上就是 你有那個念頭出現的時候 會有人突然從你旁邊跟你講說 還一聲加油 我覺得那個 他瞬間打傷你想放棄的那個念頭 因為覺得說 我走在華東路上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因為沒有人 因為只有我跟他兩個人 他開水我用走的 所以沒有人在可以陪我 就是聊天或是幹嘛的 所以我覺得在走這段是真的很煎熬 因為你很無數很無奈很徬徨 因為沒有人可以聊天或是幹嘛的 就在至於上就是 走的很 一直想很多項的事情 但是因為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我可以像一般年前 在家裡走moji去公關 或是幹嘛之類的 在家裡看電視 或是電腦 或是等等之類的 那 我就最喜歡 為什麼我會選擇走這條路 我就覺得 越想越很 越很想 看前剛才講說 我們就直接回去好了 對 有時候有這種想法 但是 當這種想法出現的時候 就會突然 可能路邊的一個阿姨 或是開車過去的自己打 跟我說 欸加油 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那種感覺很 讓我覺得很 那種感覺真的很無法心 是一種 就像你們講過 感動這樣子 那種感覺很無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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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選擇 那種感覺很無法心